我怀孕五个月时,老公林语的情人给我发来了一张他和林语的亲密照以及一段语音。语音里是林语嫌弃我的声音。 他道,我现在看着陈诚那张脸就倒胃口,胖得跟张大饼似的。 他道,还有他那肚子,谁家好女人怀孕五个月就有韧晨文,跟蚯蚓似的,别提多恶心了。 他道,那腿,就更不用说了,简直就是会行走的两条大柱子,我都怕他半夜翻身的时候,用柱子把我压死。 最后,是林语给他情人的表白,还是宝贝你好看,大长腿,小蛮腰,在后面的语言,发出来都得被禁言。 这语音,我刚听完,接着,那边发来了一句挑衅的话,宇哥嫌弃你这个胖黄脸婆,我跟宇哥才是真爱哦。 哦,他抹个锤子。 先不管他跟林语是不是真爱,但林语对我的嫌弃确实已经一出屏幕了。 我火急火燎赶到镜子前,看自己的身材。 我身高一米六五,体重一百二十斤,还是在怀孕的情况下。 我胖林语他奶奶个腿。 他要出轨就出轨,还把锅甩我头上来了。 我当即给林语发信息,就要骂回去。 我,林语,你他娘一根行走的牙签,好意思嫌弃我胖结果。 我字还没有打完,有电话打了进来,那边火急火燎说林语出了车祸,现在正在人民医院抢救。 我,我要继续打字,骂林语的手顿住了。 特么林语这个狗东西,出个车祸都不会挑时间。 没让我骂到,不爽。 于是,我恶狠狠道,我不认识他,你们打错电话了。 说完,我挂了电话,继续打字骂林语。 然而,那边不死心,再打,我再挂,顺便附送一句,你们搞诈骗的,能不能不要这么敬业。 那边终于不再打了。 我也终于冷静下来,思考林语出轨的真实性。 我跟林语算是一起长大的。 小时候,我们两家同在一个小区,他家就在我家楼上,我俩还同岁。 从小,我俩同上一所幼儿园,小学,中学,即使都不同班。 除了大学,我去了外地,他留在A城,没怎么见过面外。 但我俩前十八年,都只是单纯的邻居,半点暧昧都无。 毕竟城市不像乡里,十里八乡的邻居都很熟。 城市里没什么亲戚关系的,关上门,谁也不认识谁。 所以,我跟林语最多算认识,偶尔会坐同一班车上下学。 我俩在一起是我上完大学,回来A城工作的次年。 那一年多,我刚参加工作,能力不足,工作不顺,时常被工作祈祷,怀疑自己是不是脑子不行。 林语作为我的邻居,突然对我热情起来,热心地开导过我无数次。 开导出了感情。 在我又一次郁闷的时候,林语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消息。 下班就直奔我家,带我一起打游戏,放松心情。 游戏打了一半,他壮丝无意地问我,橙子,去看电影吗? 我看着他问完后,红了的脸和橘促的眼,同意了。 电影看完,他就跟我表白了。 他说,橙子,我喜欢你好几年了,从高中就开始了。 用他的话就是,他每次见我,都是笑笑的,他觉得我笑起来很好看,就暗恋上我了。 我有些猛,我俩一起上高中时,真没有任何过分的互动。 就因为我笑起来好看,他暗恋我了。 但我还是答应了他的告白。 我对他的喜欢,是在他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的陪伴中开始的。 而且,他确实也刚好长在我的审美点上。 我俩在一起后,几乎没怎么吵过架。 他不是那种大男子主义的男人,我也不是那种爱无理取闹的女人。 家长们知道我俩恋爱后,都乐开了话。 尤其是我爸,他在我妈病逝后,就一直担心我将来远嫁,他怕照顾不了我。 如今,我跟楼上邻居恋爱了,他的担忧解决了。 事已,我俩恋爱两年后,顺理成章地结婚了。 我俩结婚时,双方家长都怕对方吃亏了,买车买房,都是两家老人一家帮忙出了一半支持的。 婚后这三年,我跟林宇过得也十分顺。 他妈不跟别人家的婆婆一样,各种催生抱怨儿媳妇,给我俩制造矛盾。 甚至,我俩但凡因为点鸡毛蒜皮的事吵架,他妈坚决帮我不帮他。 我爸也跟他妈一样,坚决帮他不帮我。 两家人都很明事理。 在这样和和美美的情况下,林宇给我出轨了。 因为点啥呀?我想不通。 沉思片刻后,我走进书房打开林宇在家的电脑,想收集点林宇出轨的证据。 得益于我俩这些年,几乎都不怎么看对方手机和电脑的缘故。 林宇即使出轨了,也没有更改他电脑的密码。 只是,他这电脑不打开登录微信还好,一登录,呵呵。 虽然他跟他情人程月以前的聊天记录都删光了,但就今天的聊天记录都能出一本小黄书。 甚至,如果刚才给我打电话的人不是搞诈骗的话,那么林宇能出这场车祸,都是因为他开车回程月的消息导致的。 他跟程月的聊天见面,停留在程月给他发了一张性感睡衣照,问他还有多久才能到。 我,漂亮。 我那悬着的心,终于彻底死了。 半个小时后,林宇的母亲六神无主地也给我打来电话,确定林宇是真的出车祸了,在人民医院抢救。 我想了想,也去了。 万一林宇的放弃治疗同意书需要我签字,我好麻溜给他签。 我到时,林宇还在抢救。 林爸在抢救室门口焦急地徘徊,林妈疯狂掉眼泪。 看到我,林妈跟看到救星一样,一把抓住我的手,成字,怎么办? 医生说,情况很严重。 我冷静地安慰他,妈,你先别急,别把自己也急出什么问题来。 平心而论,虽然林宇出轨了,但林妈对我是真的好。 我跟林宇结婚时,他说会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这几年,他也真如他当初说的那样,做到了。 我跟林宇结婚后,搬出去住了,离他家有半个城市的距离。 他逛街看到我喜欢的东西,都要跨越半个城市给我送过来。 我怀孕后,他更是日常跨越半个城市来给我做饭。 生怕我怀孕容易饿,每每过来,一定要把我家的冰箱塞得满满当当。 每天就差提着林宇的耳朵跟他交代,在我怀孕期间,不要惹我不高兴。 更离谱的是,自我怀孕后,他就跟我说,闺女,如果你上班不开心就别上了,我跟你爸养你啊。 这也不是说说而已。 从我怀孕后,他真的每个月给我转账好几千,我不收,他亲自过来用我的手机给我点收款。 当然,我们是互相的。 我逛街看到他喜欢的东西,也同样会跨越半个城市给他送过去。 过年过节,各种给他买礼物。 他有任何事,我都把他当自己的亲妈一样,义不容辞地帮忙。 可惜,我俩的缘分,因为林宇这一场出轨,只能到此为止了。 不过,眼下,我没有跟他说,林宇出轨的事。 不想他雪上加霜。 奈何成月不依不饶? 他还不知道林宇出了车祸的事。 大概是他没有等到林宇如约而至,以为是我把林宇又给叫回去了,疯狂找我兑现,信息一条又一条地给我发过来。 他,陈诚,宇哥都这么嫌弃你了,你何必还要强留他,你可要点尊严吧。 他,陈诚,人要脸,树要皮,是我,我现在就马上打胎跟宇哥离婚了。 他,陈诚,你是不是把宇哥叫回去了? 你可真贱,不爱你的男人,你非要强留在身边。 林妈情绪不好,我忙着安慰林妈,没及时回她的信息。 她开始越来越离谱,跟我说起了她跟林宇的恋爱经历。 她长篇大论了一对。 我简单总结就是,林宇是他们公司的高管,她是林宇手下的职员。 三年前她入职时,对林宇一见钟情。 入职后,她不知道林宇已经结婚,跟林宇表白了。 最初,林宇虽然拒绝了她,但并没有跟她划清界限,在职场上还暗中帮了她很多。 这几年,她已经在林宇的提携下,坐到了小主管的位置,两人的关系也迅速升温。 一年前,他们公司聚餐,成月借着酒意再次跟林宇表白了。 林宇借着酒意,也回应了她。 而后,只要出差,林宇都会带上成月去过二人世界。 原本,两人年初的时候就说好,让林宇跟我离婚,结果,谁料,我刚好怀孕了。 林宇看在我怀孕的份上,才没有跟我离婚的。 成月还有脸先骂上我了,成成,你可真卑鄙,没有了感情,竟然用怀孕来留住雨歌。 我懒得搭理她的长篇大论,截图保存她发过来的信息后,只回了她一句。 做了老鼠就躲回洞里,别出来丢人现眼,成月,我是认识的。 林宇公司的聚餐,我以前跟林宇一起参加过,见过她。 只是我在场的时候,她基本跟林宇没什么互动。 所以,我即使以前知道她,也从未怀疑过她跟林宇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 但对于成月的这番说辞,我存疑。 因为年初的时候,我都没打算生孩子,是林宇各种劝说,加上我确实28岁了,再不生孩子,就要变成高龄产妇了。 刚好,林妈和我爸都说,愿意帮忙一起带孩子,不会耽误我的工作。 林妈还说,孩子生了跟我姓都行,我才决定今年先把孩子生了的。 不过,眼下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林宇能不能抢救过来。 不能,成月屁都不是,我打胎,继承林宇的遗产。 能,我再慢慢料理成月和林宇。 结果,林宇命挺硬。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抢救,她活下来了。 除了断了几根骨头,竟没有其他大问题。 我看着全身插满管子,包满纱布,上还在昏迷的林宇,心里满满都是遗憾。 林妈得知林宇抢救过来了,常常舒了口气。 近乎虚脱地看向我,闺女,都快半夜了,你还怀着孕呢,不能熬夜,你先回去吧。 这里我跟你爸守着。 我想了想,我这会儿确实没什么心情看林宇,听劝回去了。 回家后,顺便在手机上挂了个号,预约流产。 次日清早,我再次来了医院。 原本是要去做人留钱的检查的,鬼使神差,我想先去看看林宇死了没有。 毕竟,昨晚我回家后,林妈也没有再跟我说过林宇的情况。 结果,刚到病房的走廊,就见到了成月。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她是跟林妈一起的,两人看上去十分熟悉。 像是认识已久。 事实证明,她俩确实认识已久,成月直接叫她做妈的。 成月问,妈,宇哥没事吧? 林妈不知是不是害怕我突然出现,跟她交代,月月,如果等会儿,成子也过来了。 你千万别乱叫,万一被成子知道了,成子肯定会怀疑的。 成月有些不情愿,妈,你偏心,我跟陈诚都是你的儿媳妇,你就关心她。 林妈不知道,成月已经捂到我面前来了,再到,成子现在怀孕了,不能受刺激。 我? 所以,林妈一直都知道,林宇在外面找了小三,他们全家人一起骗我这个傻子。 这一瞬间,我被气笑了。 但你别说,成月算得上是小三界的天花板了,不但能把男人哄好,还能把婆婆也一起给哄了。 我倒是奇怪了,成月给林宇做了这么久的小三,都没有捂到我面前来。 现在怎么突然又捂到我面前来了? 很快,我就知道了,原本我还以为林妈不知道林宇已经出轨的事,不想她在林宇出事的时候,给她雪上加霜的。 但既然她早就知道了,那就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我本着给她添堵的原则,在他们身后叫住了林妈。 两人同时回头,同时愣住了。 林妈先回过神来,有些慌乱问我,成,成字,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我,我不早点来,能赶上你,跟你心儿媳妇的婆媳情深吗? 林妈,林妈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狡辩,成字,不是你想的那样,月月是我的干女儿。 她看了眼成月,急忙又找成月证明,月月,你跟你嫂子说清楚, 你是不是只是我干女儿?成月看着我,沉默了。 我见气氛尴尬,只好替成月证明,阿姨,你不用担心我会受到刺激。 成小姐昨天就把她跟林宇的关系跟我说了,还给我发了她和林宇的亲密照。 林妈,林妈的脸瞬间黑了,愤怒地看向成月,接着找不,成月,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没事跟你嫂子开这种玩笑干嘛? 成月,林妈还想说什么,我没心情看她演戏,急着去做检查,跟她道, 既然你的新儿媳妇来照顾林宇了,我就不去了,先走了。 说完,我转到去了医院的另一头。 林妈想来追我,被成月一句话给留住了,她道,妈,我也怀孕了。 懂了,难怪成月现在要捂到我面前来,逼我让位。 三天后,我去做了银铲,我爸陪我一起去的。 进手术室前,我爸在知道林宇出轨,还搞大了小三的肚子后,气得不顾林宇还在住院,先把还躺在病床上的林宇给骂了一顿。 我爸指着林宇的鼻子骂,林宇,你个丧良心的狗东西,我给你脸了,是吧? 我女儿拿点对不起你,你要这么对她。 她还怀着孕,你就在外面不甘不敬。 我爸,不爱了就离婚,这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你连做人的基本道德都没有,你做什么人,你以后改名叫畜生德了。 林宇却还有脸狡辩,爸,我当时只是一时冲动,才鬼迷心窍。 我跟橙子这么多年,对橙子的感情很深,我爸没听完她的狡辩,也一时冲动,一巴掌扇在了她的脸上。 畜生,你再说一句试试,林宇被我爸打了后,林妈不干了。 她拦在林宇前面,也不演了,跟我爸道,亲家,孩子们的事儿,孩子们自己能解决。 你一个长辈,怎么能先对孩子动手呢? 再说,就算是我儿子先犯了错,他现在也认错了。 你打人,就过分了。 我儿子现在才刚过了危险期,你打出问题,我家肯定会追责到底的。 刚好医生也过来查房,我爸才作罢了。 带着我走了。 我进手术室前,我爸担忧地掉眼泪,又问我,橙子,医生说会有危险。 要不,咱把孩子留下吧,你跟那畜生离婚后,爸给你出钱养孩子。 我拒绝了。 虽然我也舍不得肚子里的孩子,毕竟他在我肚子里都五个月了,我已经能感觉到他在动了。 但这孩子一旦生下来,肯定后患无穷。 先不说林雨现在干的这些畜生事,这孩子留下,林雨肯定会以孩子做文章,不跟我离婚。 而且,我也不想我的孩子刚出生,就要生活在一个没有父爱的环境里。 给不了他一个完整的家,不如不要。 好在,手术没出意外。 我手术后,在医院住了三天的院。 林妈知道我做了银产后,趁着我爸出去给我买饭的时候,竟然无耻地来了我的病房,指责我。 她还有脸先愤怒上了。 橙子,我们家对你不好吗? 你怀孕后,我不辞辛劳去照顾你,我跟你爸还给你钱用,你竟然这么任性。 因为小雨在外面玩一玩你,就把孩子给留了,你这么做对得起我跟你爸吗? 大概是她也知道,我这一银产,跟林雨肯定是没了以后的。 她在我这里彻底不演了,说话开始越来越恶心人,你以为你现在打了孩子,跟小雨不过了,将来就能找到比小雨更好的吗? 不可能的,女人打过胎,就跟二手房死过人一样,迈不出去的。 她,再说,谁家男人在外面还没点风流债,只要他还回家,心里就是有你的。 结果,就你矫情,为了这点小事,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 我刚做完手术,没什么力气跟她吵架。 我看着前后盼若两人的她,冷漠地回了她一句,你儿子都出轨了,你还觉得我有问题。 如果你脑子没问题的话,那我由衷地祝福你,将来有机会给你老公的小三伺候月子,再跟你老公小三的孩子,似是同堂。 林妈,我想了想,又加了句,你再来我这里嗶嗶一句,我出院就给你老公介绍小三,保证你明年能如愿帮你老公的小三伺候月子。 林妈被我气走了,而我直到出院,做完小月子,跟林雨谈离婚时,才明白,林妈为何前后判若两人,也才彻底明白了,承越为何现在要捂到我面前来。 她怀孕了是其一,其二是她看见了林雨跟她妈的聊天记录,知道了如果她不捂到我面前来,林雨是不会跟我离婚的。 我做完小月子时,林雨也差不多好了,出院了。 我把离婚协议给她发了过去。 我俩如今没有孩子的羁绊,离婚不难,只有我俩结婚时,两家人帮忙一起出钱买的房子和车需要分割,以及我查出来的林雨花在承越身上的二十万。 哦,我在查林雨给承越花了多少钱的时候,顺便还查出来了一些她不为人知的秘密。 不过,跟我的关系不大。 所以,我只要求林雨花在承越身上的钱,承越必须全部吐出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平分。 我俩的房车一人一半。 要么,她出一半的钱给我,房车归她。 要么我出一半的钱给她,房车归我。 我们俩的家庭条件都不差,出得起这一半的钱。 如此,我们也算和平离婚。 但林雨却死活不肯同意跟我离婚。 她觉得我俩的感情没有破裂,还没有非要到离婚的那一步。 用她来跟我认错的话就是,老婆,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不容易。 我跟承越就是玩玩,我最爱的人还是你呀。 我被她的这些话给气妈了,骂她,林雨,你照过镜子,查过自己的余额吗? 生了一张普通的逼脸,银行卡里的存款还没有六位数, 却妄想把自己带入霸总的人设,你配吗? 我,你没事的时候,多照照镜子,别她娘没有霸总的命, 还得霸总的病,学人霸总找小三,还希望小三原配都爱你。 我,这么畜生的事,就算是放在小说里,也是相当炸裂的。 林雨,但不论我怎么骂她,她都还是那句话, 她爱我,不想跟我离婚,希望我能给她一次机会。 她还跟我保证,会和承越断绝关系的。 对于她的保证,我连标点符号都不相信,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 我对绿帽子没有执念,戴过一次就够够的了。 而在我打算跟林雨于死网破,准备去她公司闹事, 大家一起把脸丢出去的时候。 承越见我迟迟没有跟林雨离婚, 也不知道林雨怎么跟她说的。 她以为是我被林雨说动,又不想跟林雨离婚了。 为了刺激我赶紧跟林雨离婚, 她把以前她看见的林雨跟林妈的聊天记录给我发了过来。 我望着密密麻麻的聊天记录,头皮一阵发麻。 为了保证家里红旗不倒,外面采旗飘飘。 林雨和林妈属于是两头片。 甚至,我半年前怀孕,都是林妈和林雨算计的一环。 去年的时候,承越觉得自己一直这样无名无分地跟着林雨, 心里憋屈,就逼着林雨跟我离婚,和她结婚。 林雨表明上是答应了承越的要求, 转头却跟林妈商量该怎么办。 林妈给她出的主意便是先让我怀孕,把孩子生了。 如此,我就能被孩子绑住了, 即使将来我知道林雨出轨了,也不会去跟林雨大闹。 用林妈给林雨分析的话就是, 这女人一旦生了孩子,就有了软肋和牵挂。 将来就算她知道你在外面有人了, 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她也不会跟你离婚的。 她后面又长篇大论了一堆, 大概意思是,如果我还是要闹,也没有关系。 从我怀孕后,就渐渐不再让我出去上班, 等孩子生了,再让我自己离职,带几年孩子。 反正我母亲早逝,孩子出生后, 林妈以身体不舒服为由撂挑子, 我总不能叫我爸来帮我带孩子吧。 我爸一个大男人,肯定带不好。 最后,孩子只能我自己带。 如此,到时候,就算我执意要闹,打离婚官司, 我一个没有经济来源的母亲,孩子肯定盼不到我的名下。 我为了孩子着想,离婚的事儿肯定也会不了了之。 对于林宇在外面找小三的事儿,只能睁一眼闭一只眼。 再说,就算我真的很下心跟林宇离婚了, 但是孩子在林宇名下啊,孩子还跟我姓。 将来,我爸手里的房子、遗产,肯定都会留给我的孩子。 离婚了,林宇也不亏。 而关于成月那边,林妈给的意见是, 先用感情稳住成月。 反正成月喜欢林宇,林宇多跟她说几句好听的话, 恋爱脑的成月肯定能被骗住。 同意林宇不跟我离婚的情况下, 继续没有名分地跟着林宇。 成月给我发完林妈和林宇以前的聊天记录后, 又道,我承认,我就是恋爱脑,我爱雨哥。 就算知道他是在骗我,我也不想跟他分手, 跟你一起分享他。 我现在还怀孕了,我更不想我的孩子刚出生, 就被打上私生子的标签,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成月是不是恋爱脑,做的什么打算, 我现在并不关心了。 我猛地想起我从怀孕后,林妈就开始给我钱, 让我别去上班了的事。 我,我,我,这事不能深想,细思极恐。 我出了一身的冷汗。 所以,现在林宇不想跟我离婚的原因, 是还想着吃我家的绝户。 事实证明,是的。 在我执意要跟他离婚, 他不要脸地跟我道, 陈诚,婚是你一定要离的, 除非你放弃我俩名下的共同财产, 我就跟你离婚。 不然,我坚决不离。 我听笑了,问他, 你是不是没有搞清楚, 是你出轨了,你是过错方, 你还想我净身出户? 你脑子是被下半身给糊了吗? 你他妈要点脸行吗? 林宇不要脸。 还是那句话, 除非我放弃我俩名下的财产, 不然他不同意离婚。 我想了想, 没再跟他继续谈。 原本我是想跟他好聚好散的。 既然林宇由言不尽, 不愿意好聚好散, 那我们就按照撕破脸的方式来。 次日清早, 我把他和程月的聊天记录, 以及他和林妈的聊天记录, 全都打印出来。 站在他们公司门口, 当成宣传单给他们公司的员工, 无差别美人发了一份, 又把原图在他家的家族群, 和我俩共同的群里发了一遍。 这原是我打算送给他和程月结婚时的贺礼。 奈何他不愿意跟我离婚, 我只好提前送给他了。 林宇被我的操作给欺诈了, 给我打电话过来, 扬言要告我侵犯他的隐私权。 我笑道, 林宇, 你去告, 现在就去告。 你放心, 我肯定任法任道歉, 我还给你面子, 法院如果判了我给你道歉, 我到时候在你们公司门口拉长条横幅给你道歉。 只要能把他的名声彻底搞臭, 我心甘情愿出几百块的罚款, 也心甘情愿给他道歉。 林宇大概是想了想我到时候给他道歉的场面, 晋升了。 挂了电话。 他挂完我的电话后, 林妈从楼上杀到我爸家, 来找我真人兑现。 自从上次, 我诚挚地祝福过他后, 他对我厌恶达到了顶峰, 已经是连掩饰都懒得掩饰了。 敲开我家的门, 就对着我破口大骂, 陈诚, 你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你在群里发的是什么鬼? 家里一点芝麻大的事, 你搞得人尽皆知, 有意思吗? 我笑着回他, 有没有意思我无所谓, 但是看你气得跳脚, 我开心。 再说, 这真只是芝麻大的一点小事吗? 你跟你儿子算计的可是我一辈子, 还有我爸的财产。 我不过是把你们的想法和行为公之于众而已, 你就受不了了。 当初你敢跟你儿子做这个缺德事, 就应该料到会有今天。 我说的是事实, 林妈反驳不了。 她咬牙切齿, 选择另开话题, 家丑不可外扬, 这点道理你都不懂吗? 我呵呵, 不懂, 我只知道, 别人敬我一尺, 我还别人一丈。 别人如我三分, 我就挖他祖坟。 你最好让你儿子现在赶紧跟我离婚, 不然, 我明天发疯, 就是去你儿子的公司大闹。 虽然你儿子那工作更在意能力, 无所谓员工的私生活怎么样, 但我在他公司门口读几天, 影响到他们公司的形象, 到时候, 他的工作能不能保住, 我可就不保证了。 林妈, 林宇现在做到公司的高管了, 年薪有几十万, 如果这份工作丢了, 他重头再来, 就不一定有这么高的工资了。 次日, 林宇同意跟我离婚了。 他出一半的钱给我, 房车都给他, 承越把林宇花在他身上的二十万 也还回来重新分。 毕竟, 承越现在也怀孕了, 他俩需要房子结婚, 生子。 承越为了能跟林宇赶紧结婚, 让自己的孩子不至于刚出生就打上私生子的标签, 也同意把钱还回来。 再说, 他嫁给林宇, 林宇以后的钱, 他都有份。 他十分清醒。 一个月后, 我跟林宇去拿离婚证时, 承越大概是怕林宇, 或者我又突然反悔, 跟着一起来了。 虽然我是得意于他想上位, 来找我闹, 我才看清楚了林宇和林妈的为人, 及时止损。 但我厌恶小三这种生物。 他现在怀孕三个多月了, 尽管他极力在保持身材, 也已经开始显怀了。 我跟林宇拿完证, 出了民政局后, 对他道, 三姐, 恭喜你。 马上林宇看着你那张胖的跟大饼似的脸, 就要倒胃口了, 恶心你那跟蚯蚓似的韧沉纹, 以及担心你那两条柱子腿, 会不会半夜压死他了。 承越噎住了。 我想了想, 还顺便好心地劝上他了, 你费了这么大的功夫, 终于从我手里, 把垃圾抢了过去, 可别还没有午热, 又被小四给抢走了哦。 承越, 承越的脸黑了, 我满意了。 他不知道, 这还只是开始呢。 我跟林宇离婚后, 专门请假去找了承越父母一趟。 找完成越的父母, 又把林宇以前为了提携承越, 在公司单子上做了手脚的秘密, 顺手发给了他在公司的对手。 原本, 因为我跟他离婚时, 我闹的那一把, 他们公司对他就颇有微词, 看在他能力还行的份上, 没有开除他。 但他的对手把他告发后, 他们公司最终在几个月后, 辞退了他。 林宇瞬间从年薪几十万的高管, 变成了无业游民。 承越也因此被公司开除了。 据说, 两人一起失业后, 每天在家吵得天翻地覆。 对此, 我十分喜闻乐见。 偶尔在小区遇见林妈, 我就跟我爸感叹, 看来林宇找个情人, 是找了个克星啊, 把他的工作都克没了。 感叹几次后, 林妈开始针对承越。 承越孩子出生后, 林妈不但一天都没有帮忙带过, 也一分钱都没有帮忙出。 承越走上了林妈曾经为我铺好的路, 在家做起了看人脸色而活的家庭主妇。 一年多后, 我加班, 晚回家, 在小区遇见过他一次。 他抱着孩子, 胖了一圈, 面色辣黄, 早已不复当初来挑衅我时光鲜亮丽的模样。 林宇还正跟他吵架, 大概是某天林宇出门跟朋友喝酒, 没有带上他, 他找林宇闹了。 林宇数落他, 承越, 你也不看看, 你现在这个让人看了就倒胃口的样子, 你还有脸问我, 为什么出去跟朋友吃饭喝酒不带你? 我带着你去干嘛? 带着你去丢我的脸吗? 你自己看看你的身材, 你的脸,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找了个妈。 林宇数落起来没完没了, 今天我妈生日, 我倒是带着你来我妈这里吃饭了, 结果呢? 你跟我妈吵架, 让我在亲戚们面前丢光了脸。 林宇数落完, 扬长而去, 徒留承越抱着孩子在小区门口风中凌乱, 我原本都已经路过要回家了, 但看他抱着孩子要哭不哭的模样, 又专门到了回来, 嘲笑他, 则, 打是情, 骂是爱, 你跟你的宇哥, 果然是真爱啊。 承越, 番外林宇跟承越领完证我就后悔了, 自从跟他领证后, 我就没有了私人空间, 他无时无刻不想检查我的手机、 电脑, 看看我有没有其他人聊骚, 但凡我跟谁的聊天过分一点点, 他就跟疯了一样, 直接用我的手机打字骂人, 我说一句, 他就一哭二闹三上吊, 他以前的温柔, 体贴, 可人, 全都跟是我自己的幻觉一样, 而每每我说他两句, 他就歇斯底里跟我吼, 林宇, 我为了你, 都跟家里人断绝关系了, 你现在就是这么对我的。 对, 我跟承越结婚时, 承越跟他父母断绝了关系, 因为陈诚做事很绝, 我俩离婚后, 他知道承越家的大概地址后, 在承越家附近, 到处问承越的爸妈住哪里, 他不但问, 还到处跟人说, 承越给人做小三, 破坏他的婚姻, 想找承越父母谈谈, 让承越的父母管一管, 他这一问, 导致承越家七大姑八大姨, 全都知道承越做三的事, 承越的爸妈很传统, 爱面子, 被家里人知道承越做三后, 他们觉得面上不光彩, 就选择了跟承越断绝关系, 这也成了承越跟我吵架的开场白, 最初, 我看在他怀孕, 加上他, 确实为了我跟家里断绝了关系的份上, 忍了他, 但他却变本加厉, 哪怕是我在加班, 跟客户出去谈单, 晚回家几个小时, 他都能打上百个电话来, 质问我在哪里, 我在做什么, 我深感疲惫, 而只要我发脾气, 他开口就是, 他为了我怎么怎么样, 我听烦了, 也听腻了, 开始跟他吵架, 我吼他, 我只是在加班, 加班, 这点信任都没有, 还过什么, 他吼得更大声, 加班, 加班, 谁知道, 你又加到哪个女人的床上去了, 我说,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他反驳得有理有据, 我怎么不讲理了, 你当初还没有陈诚离婚的时候, 每次跟陈诚说加班, 不就是跟我在一起吗, 我, 更雪上加霜的是, 我的对手在知道我跟承越结婚后, 暗中调查了我以前帮承越的事, 我被公司辞退了, 连在休产假的承越也被一起辞退了, 突然失去经济来源, 我的压力一下变大了, 他的无理取闹却没有停止, 我出去找工作, 他竟然偷偷跟踪我, 为此, 我俩开始没完没了地吵架, 吵烦了, 我干脆回我妈那里, 我妈每次见我回去, 都要给承越打电话, 骂承越, 原本我妈在承越怀孕后, 故意破坏我跟陈诚的婚姻时, 就很反感承越了, 她觉得承越自私, 不听她的, 非要在陈诚怀孕的时候, 告诉陈诚, 我出轨了, 逼得陈诚打掉孩子, 跟我离婚, 不然, 我名下说不定还能多套房, 多很多的存款, 而且, 承越又不是独生女, 将来老丈人的东西, 肯定落不到我名下的, 承越却没点自知之明, 非要闹, 两人为此还大吵过一架, 我妈骂她, 不知廉耻, 做小三还要到处宣传, 舞到原配面前, 她骂我妈, 老不死, 人心不足, 什么便宜都想占尽, 也是因此, 我跟承越结婚时, 双方家长都不愿意出席, 最后, 连婚礼都没有办, 如果不是看在承越已经怀孕的份上, 我妈甚至都不愿意让我跟承越领证, 在我失业后, 我妈更是毫不掩饰对承越的厌恶, 她觉得, 我会失业, 就是承越惹的祸, 承越克我, 不然, 我跟陈诚在一起的时候, 事业蒸蒸日上, 自从跟承越结婚后, 就开始诸事不顺, 有时候, 她当着承越的面也是这么说的, 次数多了, 承越忍不了她, 又跟我妈吵了一架, 两人吵完后, 我妈基本不再跟承越来往, 连承越生孩子, 我妈都没有去医院照顾, 儿子出生后, 也是承越自己在家带儿子, 承越自己带儿子后, 情绪更不稳定了, 她成天在家抱怨我, 说我出门跟同事喝酒不带她, 说我家亲戚有什么宴席也不带她, 可她也不看看, 她从生完孩子后, 胖到了一百六十几斤, 我带她出去,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是我妈, 她怀孕的时候, 我带她去参加过我一个亲戚的结婚宴, 我家那些亲戚在见过她后, 当着我的面礼貌微笑, 但在我背后说我, 是不是脑子进了水, 当初才会在家里有沉沉那么个漂亮老婆的情况下, 却出轨一个又丑又没品的小三, 一些知道我妈跟承越不合的亲戚, 连同我妈一起屈屈, 好好一个家世清白的儿媳妇, 不好好珍惜, 联合儿子一起骗儿媳妇, 还想吃儿媳妇的绝户, 结果, 现在找这个们给自己添堵的玩意儿, 开心了, 但承越不管这些, 她抱怨完我后, 总结, 淋雨, 我当初真是瞎了狗眼, 才会看上你, 你要钱没钱, 要人没人, 还成天不着家, 我听笑了, 反问她, 你当初为什么会看上我, 你自己心里没点B数吗? 她当初会勾搭我, 说什么是对我一见钟情, 可拉倒吧, 不过是因为那时, 我是公司的管理, 她想借助我, 快速提升罢了, 其他的管理, 要么比我大, 能做她罢了, 要么是女的, 再则, 她爸妈传统的爱面子, 还传统的重男轻女, 她在家缺爱, 又想表现自己, 我无意中关心过她几次, 她才选中了我的, 我刚好看她漂亮, 那时顺水推舟想跟她玩玩, 加上她那时候确实很听话, 不会在陈诚在场的时候, 故意在陈诚面前, 表现出我俩的暧昧关系, 再加上, 她第一次跟我妈见面的时候, 就给我妈买了很多礼物, 把我妈哄开心了, 我俩才一拍即合的, 我都没有怪她后来贪心, 非要破坏我的家庭, 害得我离婚, 又被辞退, 被辞退后, 我在整个行业的名声都臭了, 得重新换行业再来, 如今, 她还先怨上我了, 我越说越气, 如果不是你, 我现在依旧年薪三十万, 需要做这个一个月七八千的破工作, 还要在公司处处受气吗? 承越, 承越被我这句话对得好半天没有说话, 我俩也因此冷战了三个月, 那三个月, 我几乎不怎么回家, 直到我妈生日, 我妈喊我带孩子一起回家吃饭, 我才再次跟承越和好了, 带着承越回去我妈那里吃饭, 结果, 我妈不过是说了她一句买的礼物便宜, 她却在我妈的生日宴上, 又跟我妈大吵了一架, 质问我妈, 你有什么脸嫌弃我给你买的礼物便宜, 你儿子每个月给我三千块, 不但是我和我儿子的生活费, 还要我管你儿子吃, 管你儿子喝, 你怎么不说你儿子废物, 害得亲戚们看我家的笑话, 害得我颜面尽湿, 从我妈家出来, 我也又跟承越大吵了一架, 我胖林与她奶奶个腿, 半年后, 儿子生病住院, 我俩才再次和好, 和好后, 承越突然变了很多, 人瘦了, 脾气也好起来了, 也不再成天对我管东管西, 不再时时刻刻想检查我的手机和电脑, 当然, 现在, 我手机和电脑的密码她也不知道, 我每个月给她和儿子的费用, 商量等儿子上学后, 她就出去上班, 我以为, 我俩是终于磨合出了相处之道, 直到又半年, 我低烧不退, 去医院却被检查出了艾滋病, 我才知道, 承越绿了我, 还是出轨了一个有病的男人, 然而, 对此, 承越丝毫不觉得愧疚, 他指着我的鼻子骂, 林宇, 你有什么脸怪我, 你以为你每个月给我的三千够干什么, 连你儿子的奶粉钱都不够, 我说句不好听的, 你儿子都是别人帮你养的,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狗叫,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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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着他歇斯底里的脸, 突然极度厌恶他, 三个月后, 我跟承越离婚了, 孩子归我, 给我妈带, 有一次, 我去看儿子时, 遇见了陈诚, 她一身长裙, 笑容明媚, 站在人群中, 很是耀眼, 我好像又看见了高中时, 我喜欢的那个笑容明媚的女孩, 只是后来, 我因为贪心失去了她, 如今, 我愤恨, 后悔, 不甘, 却终是都晚了, 据我们共同的朋友说起, 晨晨在知道我被承越绿了后, 开心地发了个朋友圈, 哈哈哈哈, 绿人者, 人恒绿枝。